各位同学我们刚刚讨论完了这个其中一个生命现象代谢现象代谢作用之后呢 我们呢要来讨论别的这个生命现象 那我们在讨论别的生命现象之前呢 我们先来讨论一个大家很关心的议题 就是呢所有的人尤其是女生呢都会希望自己的身材非常的曼妙 或者是像这样子哇这个腰呢非常的纤细 可是呢我们常常忍受不了这个现实生活当中食物的诱惑 所以为了满足这个口腹之欲呢常常呢就吃太多了 就变成像是这个小胖帝一样变成像是米其林人 而刚刚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讨论的是生命现象呢 生命现象跟这些东西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是有的因为呢我们之所以会变胖 是因为呢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一个细胞 就是这个细胞这是什么细胞呢 这叫做脂肪细胞 而正是因为脂肪细胞呢它会展现出一些这个生命现象 而使得我们呢会面临这个变胖的状况 什么意思呢其实一般来讲呢 我们在小的时候刚出生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肥这个叫做脂肪细胞 脂肪细胞 大概是多少呢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 这些脂肪细胞的数量并不多 大概呢是50到60亿个 哇你说小时候就是baby的时候呢 就大概有50到60亿个脂肪细胞 那当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呢 长大成人的时候呢 在健康的状况下一般来讲呢 我们会有250到300亿个 所以呢你看呢细胞的数目是增多的 可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开始有一些病态的这个肥胖的话呢 数量会怎么样呢 其实是会增加的哦 到大概750亿个 甚至超级超级胖的人 你知道会变成怎么样吗 会变到甚至是3000亿 那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为什么细胞它不是固定在那里 不会继续增大呢 我们来告诉大家 原因是因为呢 当你一直吃一直吃的时候呢 哎这个细胞呢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收到一些讯号 就是第一个 你吃进去的脂肪 会怎么样呢 会不断的囤积在这个细胞里面 你吃进去的脂肪 会不断的囤积在这些 脂肪细胞里面 油脂类的东西 那这个脂肪细胞呢 就会一直被膨胀膨胀 然后呢整个脂肪就塞的满满 塞到哇一个脂肪细胞呢 膨大两个脂肪细胞膨大 到很多的脂肪细胞都已经像这样子膨大了 还是塞不下 这个时候身体就会给一个讯号 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地方 储存脂肪 所以呢细胞呢就开始增加了 细胞就开始增加了 变成751个 甚至变成3000亿个 所以呢 逛宇学生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令大家难过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真的变胖 其实呢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如果你真的变胖的话 其实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子的 就是下面这个图 这个图代表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变胖了 这原本正常的状况下呢 诶 比如说你的脂肪细胞 是250亿到300亿个 可是如果呢 你吃很多变胖了 不仅你的脂肪细胞变大 而且呢 你的脂肪细胞还变多 变得又大又多 每一个都已经变大 而且挤不下以后呢 就可能变成750亿个 甚至3000亿个 所以即便呢 你后来呢 你又瘦回来了 就是你想办法节食啊 然后呢 运动啊 你又这个瘦回来了 那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 很多瘦回来的人 容易负胖 因为你知道吗 变多的细胞 并不会回来变少 它并不会变少 它只是细胞变得比较小了 所以如果你曾经变胖过 又瘦回同样的体重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呢 是细胞的数目变多 然后细胞稍微变小一点 那细胞数目一旦变多呢 它就怎么样呢 其实你就会非常容易 在多吃一点点的时候 就又负胖回来 所以呢 这就让我们很难过啦 虽然我们已经努力减肥了 对不对 可是 哇塞 我的细胞并没有减少 所以如果我又再多吃一点的时候 我又怎么样 很容易走回头路 又马上再胖回来啦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们要尽量的 不要那么容易就胖起来 好 可是呢 我们刚刚当中讨论到这一些这个脂肪细胞呢 变多变大这件事情呢 它就是一种生命现象 称为生长现象 也就是变多 或者是变大 那当然不止这样的一个现象 还有别的现象呢 我们也顺便在这里一起介绍一下 这个现象是什么呢 在生长现象里面呢 还有一个鼎鼎大名的呢 叫做分化 我们想一下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在妈妈的肚子里 是这个 还是一个受精卵啊 然后开始长成胚胎的时候 根本就还没有脂肪细胞嘛 可是后来为什么 我们的身体里面有脂肪细胞了呢 就是因为呢 我们的这个小小的 这个 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个胚胎呢 它的细胞呢 开始慢慢慢慢慢慢的分化 那具有分化能力的这个细胞呢 我们称为干细胞 你可能问 观伟学长说 观伟学长你这个第一个字 怎么念的特别强 没有 这就是增长的 真的就叫做干细胞 这就代表呢 有分化能力的细胞 那什么叫做分化呢 分化就是指说 它可以变成不同形态 不同功能的细胞 有分化能力 不是分化能量 有分化能力的细胞 好 那 比如说一开始 我们的胚胎细胞当中 开始有一些这个干细胞呢 它可以分成 几种不同系统的细胞 然后呢 那继续呢 它就可以一路分分分分到最后呢 就可以产生白色脂肪细胞 或者是棕色脂肪细胞 或者是骨骼肌肉细胞 而当我们已经分化到最后的时候呢 那么 基本上呢 我们的白色脂肪细胞 不会随便呢 可以变成什么 棕色脂肪细胞 也不能随便变成什么骨骼肌肉细胞 因为它已经分化完毕了嘛 就很像是什么呢 你读小学的时候呢 你 可能你要学钢琴也可以 你要学这个 走艺术类可以 然后你要走学术类的 比如说你要变成一个医师 或者变成一个工程师都可以 那当我们越来越学到这个大学 你真的学了一个专业以后 甚至读到研究所呢 那通常呢 你不会再随便呢 去跑到另外一个专业 因为你已经分化完成了 你变成某一个专家了 那我们的细胞呢 也是类似的概念 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这个分化呢 因为我们再次回到我们今天 这个生命现象的主题就是 什么呢 生长现象 当我们在讨论生长现象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是两种东西 第一个 我们在讨论的是 细胞的增加 与细胞的长大 也就是说 什么叫做生长 其中一个呢 就是细胞 它的体积会变大 就像我们刚刚上面讲的 肥胖细胞一样 它增大了 而且呢 当它增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细胞的树木 也会增加 这就是一种 生长的现象 而生长的现象呢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重点呢 是它不只是体积跟数量 的改变而已 而且它的功能呢 也会有所发育 也就是细胞呢 会分化成 各式各样的细胞 共同分工合作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用了这个 脂肪细胞的例子呢 是再次提醒大家 这个生命现象呢 是很好的现象 让我们可以活着 可是也因着脂肪细胞 有这些生命现象 尤其是这个生长现象 所以呢 我们要很小心 脂肪细胞可能会变大 可能会变多 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饮食 那没有办法 因为上帝呢 创造了我们的身体呢 是有这个脂肪细胞的 不然呢 如果一开始呢 就没有这个干细胞 会分化成脂肪细胞的话 我们也不用担心 变肥这件事情啦 不过 因为我们有这些 生长现象 增加 长大 或者是发育 所以呢 就有上面的这些故事 那么你对生长现象 有没有比较有概念了呢 那么这些故事 其实是材料 有纖团 有纖数 的 吃